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狼 脑袋一歪死一个 脑袋一歪死一个 晚上一会儿死个 一会儿死个 慢慢就死光了 再难受也没办法了 哀没法看那 尽自个的老乡 尽是我们这一片的 金门战役幸存老兵徐清林 时间进入1949年下半年 随住厦门的解放 国民党武装在大陆的军事力量 已经屈指可数 为了方便未来解放台湾岛 金门这座被称为台支门户的小岛 就成为了我军毕宫之地 金门一个位于厦门东部的小岛 在平时毫不起眼 岛上不过居民4万 多以打鱼为生 岛屿面积124平方公里 周围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小岛屿 犹如星星环绕其旁 岛屿只有北岸是沙滩可以强攻 所以这里就是登陆金门岛的必争之地 要说金门岛战役 就要从张夏经战役开始说起 因为金门岛战役的失败 和张夏大获得全胜有关 1949年9月解放军进军福建 以催枯拉朽之势 节节胜利 逼近国民党武装的最后大本营 保岛台湾 厦门 金门历来是恶守东南沿海的交通要地 在军事上一直以惊吓并称 厦门和金门更是台湾面向大陆的门户 地理位置即为重要 蒋介石在失去大陆依托后 将设防重心放在下 金两岛望图以海峡为屏障 阻止解放军进攻宝岛 为了迅速解放福建沿海地区和宝岛 三野地势兵团在抵达泉州后 开始了战前会议 进行商讨如何进攻残余的国民党武装 会上提出金夏同曲 先夏后金 先金后煞三种方案 金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后决定金夏同曲 战役拟分为两个阶段 先歼灭张州地区之敌控制下金州边大陆阵地 而后同时攻取下 近10月4日张夏金战役打响 国民党意识到张州无闲可守 所以也只是稍作抵抗就退到厦门岛 准备最后的战斗 于是第十兵团决定由31军 29军攻打厦门 由28军担任主攻金门的重任 渡海攻打金 下的先决条件是征集船只和船攻 此时厦门海峡的船只大部分被国民党劫走 毁坏 福建沿海一带刚解放时 渔民对我军认识不足 船只征集十分困难 船只的不足严重制约了解放军的步伐 第十兵团不得不先解放厦门岛后解放金门岛 厦门的战斗比预想的简单太多 厦门距离大陆的最短的区域只有及海里远 有些战士画住木板就可以渡海战斗 更是可以借用船只的百度 不断将士兵运打彼岸 经过两昼夜的战斗 汤恩伯苦心经营的厦门防线就被攻破 厦门随即被解放 有了解放厦门的经验 第十兵团的官兵们普遍认为 缺少攻势 兵力不强的金门岛更是唾手可得 于是第十兵团在10月18日 还在对厦门战役进行收尾工作时 就下达了20日攻打金门的命令 由于攻克厦门与攻打金门的时间 相距只有几天 打金门部队并未从根本上 解决六个团所需的船只问题 部队受命攻进后 因缺少船只一直未能按上级命令 对金门发起总攻 拖延至24日 部队才搜集到一次可航渡三个团 约8000人的船只 此时28军前指做出了一个 影响整个战役结果的错误决定 采取进攻下门的方式 先将三个团运送上去 再等船百度返回后 继续运送士兵前去 正是这个在军事理论上 十分错误的决定 葬送了9000多士兵 第一梯队抵达进攻后 船只因为被打炮轰炸等影响损失颇多 此时国民党埋伏的军舰突然出现 开始对第一梯队的船只进行迫击 结果梯队船只又受到潮汐影响 更加难以返航 结果就是第二梯队的数万战士 就眼看住对岸的战友们被炮火轰炸 孤立无援 他们红住眼 有的甚至咬破了嘴唇 更有想要游泳渡海前去支援 被自己部队长官拦下 在军舰的封锁下 这无疑是自杀行为 25日对岸的士兵们已经损失过半 兵团认为但凡有希望 就绝不能放弃对岸的战友 于是四个连的士兵基本知道 是没有回头路的情况下 依然愤愤前去击战 然而因为后继无援 金门战役最终已失败告终 战后 原来守金门的国民党第19军 军长在追溯金门之战中分析说 金门侥幸获胜的原因时写道 幸好由于匪军没有船只 无法继续航渡来源 接下来我们一起分析 为何金门战役会失败 1.指挥问题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后来回忆时 曾表示 兵团指挥有很大问题 十兵团自渡江后 打上海 攻福州 站厦门 一路凯歌高奏 特别是打下平潭 厦门两个岛屿后 更增加了许多官兵居动自傲的思想 认为海岛登陆战没啥了不起 古语有云 交兵必败 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2.忽视了大海潮汐问题 根据幸存老兵徐清明回忆 当天那个东北风很大 那个船到那个岩上了 上到岩上 紧接住落潮 风也停了 那个船就在海岩上 天一亮 国民党用那个飞机扔汽油弹一毁而就烧完了 三百多条船一会儿炸光了 也因此导致进攻第二梯队的士兵 无法及时地到达前来支援 3.情报不准确 过于低估岛上敌人实力 当时认为岛上的防守部队是两万人都是新兵 没有战斗力 但是却没有料到 厦门战斗结束时 蒋介石就增掉狐连兵团第十八军上岛 岛上守军猛增至三万人 这就导致九千多英勇的战士无法战胜岛上敌人 敌人在飞机 大炮 军舰的三重进攻下 不间断的打击几乎没有掩体防护的登岛解放军部队 更加为难的是登岛部队很快救物资消耗殆尽 子弹打光 毫无办法组织进攻 伤者更是得不到救治 4.兵团指挥权力下放 二十八军指挥人员系统出现问题 即将指挥权下放 主刺颠倒 金门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 吉里良荣兵团 实际只有两万多人 厦门是由永久性设防攻势的要塞 守军是汤恩伯集团 兵力充足 已被攻克了 认为攻取金门问题不大 在1949年10月24日晚上 在接近金门岛时 就被守导敌军发现 敌军开始向攻岛部队开枪开炮 我军上岸之后 一阵猛攻强打 打退了敌人 穿插深入禁区四五华里 占了二三十个村庄 但天一亮 敌人大规模地反扑上来 几十架飞机轮翻轰炸 还把渡海部队的牧船炸成一片火海 二十多辆美式坦克横冲直撞 有几艘军舰也开了过来 向攻岛部队开枪开炮 敌众我寡 我军父被受敌 殷船全被炸沉 后续部队根本无法前来接应 激战三天三夜 部队牺牲五千多人 被俘三千多人 这些被俘的官兵大多数 被押送到了台湾 一部分被强行分配到 国民党部队服役 许多人受到残酷折磨 不少人惨遭杀害 可以说这场战斗就是换成全军 其他任何团来都是这个结果 战役失败后兵团司令叶飞 也司指挥员素玉全都表示 要对这次失败负责 10月29日 毛主席将第三夜战军副司令员素玉 代参谋长袁仲贤 和副参谋长周俊明于28日 发给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 和副参谋长陈铁军 及福建省委的电报 转发到了各野战军前委和各大军区 这是解放战争中 人民解放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战后主要负责人叶飞 萧峰分别做了深刻检讨并主动担责 请求给予严重处分 而这次战役也成为了叶飞一生之痛 学习更多历史相关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